妈妈你快看你快看 什么呀 怎么了 还有一个 这啥 这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啥呀 你快切嘛你快切 这是面包吗 不是你快切你快切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今天开门没呀乖乖 肯定开了 那行吧 我被情报给撵出去了 我去看看吧 勉为其难好不好 好 外面的雪还是这么厚呀 大家看到没有 还是这么多 大家好 这里家的情报 我是情报妈妈 我就这样无情的被情报赶了出来 你们知道他刚才就是一会儿让我看那个手帐 一会儿让我看他那个水晶的盘 上面画一个蛋糕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家肯定很多宝宝们应该都知道 对了 明天就是情报九岁的生日了 然后他就一直催着我出来给他买蛋糕 行 然后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去给情报挑个蛋糕 走 自己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然后带大家一块儿来和情报选个蛋糕了 这边全是 看一下要哪个 哪个最好看了 上面的小仙女 这个好看 这个 对 看看这边的 这个小城堡的也行 下面是一些水果蛋糕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呢 小男生的 这个吧 这个新大陆的 这也好看是吧 带个气球 现在我选中的就这个小仙女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仙女 这个之前选过了 要不就是这边的这个 看到了吗 现在蛋糕已经选完了 但是我想测试一下情报 就是你们帮我保密一下 然后咱们告诉他 就是说现在是特殊时期 然后好多蛋糕店人家都关门了 然后就没有营业 然后咱们等会儿看一下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吧 走了 给我回家看一下 宝宝开门 棉花糖快回去 起来吧 妈妈跟你说宝宝 先别走 让我跑到好几个地方 人家的蛋糕店都关门了 宝宝怎么办 好 棉花糖你别乱跑棉花糖 哎呀那有啥哭的吗 一会妈给你做一个行不行 好不好 一会妈给你做一个 可不可以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没想到 情报肯定是满清欢喜的 然后让我出去给他买蛋糕 结果回来 特别的失望 如我所想的 然后我哭开了 然后他刚才又问我妈妈 那你给我买理由过了没有 我说也没有 实际上他的理由 那前几天的话 我都已经给他买好了 然后从网上买的 然后他不知道我取回来 偷偷的放起来了 现在我躲在这个厨房里面 给大家说一下 还有就是 爸爸给他在网上买的礼物 这段时间不是雪下的特别大 又是特殊时期 那个礼物 可能要晚两天回来 所以说这是有一点小失望 不过没有关系 我的幸亏就回来了 那明天的话 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吧 好了就这样了 拜拜